第五题 有关实验器材或实验药品的注意事项 下列何者正确 A 可利用温度计在烧杯内搅拌 让液体加热均匀迅速 这个是错的 温度计用来测量我们的温度 但不可以当作波棒去搅拌我们的溶液 选项A是错的 B 两桶除了用来测溶液体积 也可在里面进行化学反应 这个是错的 交两桶的时候强调过 两桶只能够用来测液体的体积 不可以发生化学反应 不可以配置药品 不可以加热 选项B是错的 选项C 取固体药品时 要用燃烧池从药瓶中拿取 这个是错的 我们拿药品的器材叫做瓜扫 而不是燃烧池 只有选项猪是对的 可将液体倒入试管后 直接在火源上加热 我们讲到加热的时候提过 试管是可以直接加热的 选项猪是对的 第五题问我们说 有关实验器材或实验药品的注意事项 下列何者正确 我们答案选的是猪 可将液体倒入试管后 直接在火源上加热 停车